有五十四位朋友们问说 想请问委员平常时间都怎么安排 如果在这么多事情当中去充分的利用时间 我的安排的方式刚刚已经讲了两个 一个是说怎么样都要学满八小时 不管分成几段 那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都要专注工作 接近半小时 那绝对不能被打断 那但是除了这两个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蛮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并不会觉得说 好像我每天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我醒来的时候 我是想到一些点子 想到一些创意没有错 但是不需要是我来完成 我对自己的要求只是 我在一天结束之前 我要公布这些想法 我要把我做的任何可以公开的事情都公开 不管是送到SayIt平台上 送到YouTube上 送到Github上等等 那所以这样子就不会有一种 好像我自己要解决大家的问题 这种感觉 我只是收到大家的问题 尝试定义到一个程度 探索一些可能的解法 但是实际解决的人 有可能是就是更专业的 所以就是所谓开门造句 你行你来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是让大家看到 现在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但是有刚好解法的人 我的假设是一定不是我 一定是就是网络上 那么我为专业人士 那所以我的工作只限于 把他放到这个专业人士 可能看得到的地方 而且让他可以联络到我 那这个时候我就不会有一种 好像我被时间追着走的这个状况 或者被dayline追着跑的情况 因为反正都是无量大厂啊 我要做的只是公共给大家知道 让大家可以讨论 讨论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创新 把它带到能够实现这个创新的人的眼前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也跟就是每个人 跟自己的定位有关系 我因为是就是对自己 在工作团里面是这样的定位 所以我就比较不会有所谓 有没有充分利用时间这样子的问题 只要我不要变成瓶颈就可以了 希望我大家有这个问题